西盘棋,江姐是九阀中原,2006年的民家队局 红方是赵信心,黑方是胡荣华 开局是中炮,对战平风马上行 那黑方先进气阻,红方自然过河鞠 这儿黑方形成两头蛇,准备要把鞠赶走 红方就掌鞠 那么你一打,他一退,这儿必须得补相 那接下来这期,红方挺兵,希望的优队 这里是有一个套路 如果你对掉之后,吃你,你肯定会选择上马 这儿的话,他会有一个送兵,在追杀你 对方马又不敢上,肯定是对方去看 这里的话,他有一张马,七斤八,就是飞刀 如果你踩掉,他就会打你,所以你必须得打 踩完之后呢,这边继续吃着你 对方的话,你正常去打的话 他吃掉你之后,继续威胁炮 炮一闪的话,打一将,不管你走什么 不过哪个事都是一样 将来这个马一上,卧槽挂脚,对方就崩溃了 所以呢,这度期,这个马一旦被威胁,受不了 临场他选择进炮去掩护 准备呢,就是将就计 你这一冲,我打过来,打你向 让你狙还出不去 红方赶快先把狙拿出来 这儿对方进行了补试 准备呢,把狙换掉,严阵以待 红方点狙是不想去交换,准备了吃马 对方就先守住不让 接下来红方就冰三金,形成四冰相见 黑方到这里也就冲,红方也就吃 对方上马的话,希望你这里冲,他可以打过去,继续打向 那红方呢,很想去吃马 但是对方可以炮仅仅坚守 暂时没用,而且下一步 还附有一个推炮打狙啊 再平炮打狙,所以红方这个 吃马,没有啥意思 先拆炮的意思是下一步 我直接走去聚三平四 所以呢,这个棋对方还是要回马 那这个兵冲过去就很厉害了 对方呢,现在他先打狙,抢先手 红方的话,先把狙撤回 黑方也就冲过来 这儿的话,这个棋啊 红方就吃过来 牵住他 黑方呢,现在赶快平炮 准备呢,威胁底向 红方上马,就顺势打马 对方退回呢,还是要打向 红方就平炮,继续纠缠 黑方也就退炮 这儿形成一弹子炮 红方平居,是夜里藏花 准备呢,打掉对方的炮,吃对方的马 你要换掉的话,那就提红方满意啊 现在对方走的是马歇进八 就试图呢,打狙踩着马 但是呢,红方就牵住对方 放弃这个向给你吃 看你敢不敢吃 对方吃这个向的话,就孤军深入 所以赞什么用 虽然装心机不齐啊 放弃底向 大局观非常强 逼得对方不得不退马 要对 不然的话就吃你 一对之后呢,这个棋啊 红方再把向连起来 现在黑方这个棋啊 也然是陷入一个下风 他上马是希望赶快对掉 找机会马三推一换掉 但是红方这个棋就上马 不管你 那正常还是应该交换啊 选择回马的话 这个棋啊 就遭到红方利用 红方这招棋一平 那看似是交换 实则让他骗你 这样的话 通过一个对子之后 打着马 持着炮 你还要丢一个子 所以对方肯定不能这么下 他选择的招法是 跑二平三 就避开 红方的这个棋 选择是平方一打 对方就把鞠拿出来 红方这时候 不让 对方再进去 那么这样的话 对方鞠出不来 痛苦呀 红方先补个式 把这些走好 黑方的话 这个棋选择马一进三 看似好像也很顽强 不过呢 这个棋总感觉怪怪的 红方如何突破呢 红方选择一步越马进去 非常精彩了 现在他打着马 打另外一个马 你非吃不可呀 吃完之后 红方仍然是后中仙 黑方的知识 找机会要甩炮调整 那红方这个马 就往里钻 接下来的黑方 选择的是马三进四 这步棋可能 还是有点急躁 正常还是应该炮甩开 用局限看中马再说 稳健防守 上马的话 刚好一抓 对方以为退回 将来有炮可以看中马 然后呢 找机会调形 但是呢 这个棋呀 红方现在有一步 平炮 如果你敢打马 他就踩你像 所以呢 他也不敢 这儿的话 这个棋呀 那么对方走的是进炮 现在红方呢 选择是炮而退役 先盯着对方的这个足音线 牵住你啊 这样比较实在一点 对方进足呢 就想反击 红方如果踩个像 换掉的话 担心可能 只多一个像 不好赢 所以临场的话 他选择以退为进 这里又要踩炮 那边还打着马 对方只有撤 这个马一上之后呢 继续逼破 这个马他没啥点位呀 痛苦呀 那么临场的话 选择招法是先落势 看着好像丢个子 其实他是想先棋后取啊 你一打他进去吃双 所以呢 这个棋呀 红方不给他机会 连销带打不阻止掉 到这里对方子过不了河 鞠也出不来 位置尴尬 所以他选择 把马退回 将来把鞠绕出来 红方这时候呢 给了黑方致命一击 这一推炮 眼看要架中炮 黑方不出去也不行啊 出去之后呢 但是也没用 点了一将 人家落势 那看着这个棋 跳马一将吃着炮 对方无奈的走着上马去守 这边将可以垫炮没棋 这边用马 看着好像守住了 其实呢 点拘啊 就准备啊 强行这个砍马杀棋 对方为了解杀 只有推炮 但是这个棋呢 你虽然把杀解了 关键是你拘 啊 兑完之后呢 这个马白丢了 啊 到这儿 这个棋很明显是少了一个马 所以对方一看 少子不敌呀 只能忍输 赵新兴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少侠赌帅 2017年的名家队局 红方有大华 黑方是正伟统 开局的话是中炮 对战的是骑马 这儿的话 黑方强挺骑足 意思呢 在于上正马 红方走巡河局 黑方上马 红方比较积极招法 就是挺兵去队 但是队完之后呢 黑方有这个进三足 或者推炮打军手段 所以的话 这将是一个套路棋 那么对方呢 选择上马 他是 把战线拉长 那黑方这里补向 准备了补试出局 红方这时候呢 再来一招 进兵 那你要吃掉 他抓你马 所以这个炮就看不住马了 因为你飞着向 既然如此的话 黑方再补试 索性不管 那么你冲的话 我就向掉 找个机会 还是要把局拿出来 这儿对方的进炮 准备了吃足 这个足被吃掉以后呀 将来马被压着不舒服 黑方的选择是进足 把对方马制住 到这儿啊 对方还顾不上去对兵 因为对完之后呢 有一个推炮前来打局的手段 所以临场对方先打过来 找机会可以炮九平七 那现在他要出局 黑方当然是先锋 如果这个时候你炮九平七的话 他可以落相 将来这个棋啊 就解围了 那么对方的话 就退一步 继续牵住 黑方看似不舒服 但是他出局 并无大碍 因为你这里要吃的话 他其实可以飞向 把你赶走 平泡把局换掉 这路棋啊 始终控着你 对方出局谈判 他进兵啊 是防止这个局一出之后 人家马拔进九啊 切进去的可能性 这儿是选择的比较稳 那黑方这个棋就点局 首先不让你出局 同时过来可以吃你的马 对方的话就不适 挡住不让 那黑方此时呢 进行腰队 双方进行了交换 红方比较积极的招法是 先吃对方一个中足再说 临场的话 担心这个棋难以控制 他选择拆炮 这样的话显得失弱一点 黑方就只管上 红方呢 看着是像不敢打 因为这个棋呢 等于是帮对方走棋 那么这里他选择 先飞向 把自己进行走好 这儿黑方就马三进二 先挡住 红方冲兵一对 把自己的马放货 接下来黑方走炮一品三 这儿的话也是希望 对方这个棋啊 表态一下 对方就先露向 也是不以所动 黑方的话就把局撤回来 反正不让你上马 看你怎么走 对方现在有炮退回 这也是做一个防守 那么黑方他压住马 这儿红方走的招法 是赶快把局拿出来 接下来黑方走的是马二进四 现在呢 他就要给你换 你如果打这个马没有用 他这个马牵进去的话 这边比较薄弱一些 所以的话对方他是坚守 这儿的话继续威胁着黑方 黑方落向当然可以 但是消极 黑方退狙的话 用狙持炮 是非常积极的手段 抢先手 那么红方炮精一 意思在于将来打边族 冲兵拱你马 再狙出来之后 形成一个归边之势 到这儿的话想偷袭 那黑方呢 现在走的是炮三退四 红方呢 这个时候 暂时还是没什么手段 他赶快要选择一个知识 想办法把狙钱拿出来 那黑方就退回 红方赶快把狙钱亮出 到这里的话 走了一步落向 那这个棋啊 将来这个马就可以往里切了 对方赶快也上马 到这儿其实应该冲边兵 将来把对方马赶走 这个更积极一点 那么选择上马的话 看似啊 这个速度快 其实呢 被黑方这个禁区 巧妙利用了一下 因为你兵不能走一走 要吃一马呀 你看还看不住 所以呢 对方这个棋现在推炮 准备想纠缠一下 那黑方如果简单吃的话 也是便宜 因为毕竟这个棋呢 他多吃一个中兵 黑方他不换 这个棋啊 更厉害 意思是你现在狙出来吃炮 他现在上马还可以打狙 所以他跟你还不换了 硬要消灭你 那么对方这个棋 掌局就盯住 黑方就继续握槽挂脚 对方只能先落势 接下来呢 中兵被吃掉了 这个局面来看的话 黑方明显是占优了 那么对方选择的是 先顶住对方的马 考验一下 黑方就以退为进 来一招马一进三啊 反而考验对方 这棋走得很 对方冲兵 看着炮 也是顽强 这儿顺势一蹬 对方点拘役 这里的话 局五平三 大局观非常强 他不急于上马 他把你的马勒住 不让你动 然后再上马踩马 再扑槽挂脚 太厉害了 对方的话 选择退回 找机会 想来一招退去腰队 那黑方一上马 就不给你机会 然后呢 他这个棋炮顶起来 这儿的话 也是为将来 初老帅逃跑的准备 那黑方现在 这个棋炮八进二 得势不着人啊 中炮一扣 太厉害了 对方现在这个棋 局八平六 先把马赶走 找机会吃中足 现在黑方就往里钻 要踩你炮 踩完之后 有一个挂脚一将 将来这个棋很厉害 对方也没办法 到这儿的话 他选择是炮九平四 意思是呢 做一个防守 他不吃你中足 你要踩他用拘尺 将来炮还可以 退回去防守 这儿也堵住 你不愿意放中炮 那现在这个棋啊 黑方 炮三进二 继续放中炮 太狠了 对方只好退一步 稍作人让 黑方呢 继续加起中炮 将来进居吃马 这个棋 点江太狠 你现在不敢离开 这儿的话 不离开冲个兵 想去坚守 那也不行 黑方又下出了炮八平七 声动极其的好棋 这个棋的意思就在于 将来他是有一个 进居吃马之后 马一走 点江 推炮 握朝月江 踩掉 这也打死 所以这个闷弓呀 太厉害 你解不了这个棋 到这里刘大华只能认输 正为同获胜